器官寻母 二十四孝之十五 朝代宋朝 孝子诸寿昌 哎 肯定是大娘又摔东西了 大娘为什么要摔东西呢 因为大娘叫二娘做事 二娘没做好 你二娘不就是我娘吗 大娘为什么叫我娘做事呀 不是有丫花吗 谁叫你娘是妾呢 大娘就是看她不顺眼呗 那什么是妾呢 妾就是妾了 你问题还真多 什么是妾呢 叫你倒杯茶给我 你想把我烫死呀 我早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巴不得我早死 好歹是我的位置 娘 娘 娘 爹有事找你 让我过来叫你过去 小婷 你爹找我有什么事 这 我爹没有要找你 你居然撒谎 你小小年纪怎么就学会撒谎了 娘 你不要生气 长儿知错了 长儿听说大娘在欺负娘 才想出这个方法来救娘的 长儿 你 速度怎么这么慢 对不起 我 等一下 帮我端过来 你小狼鼠呀 端这么冷的水叫我洗脸 娘 你醒了 感觉好戏了吗 长儿 你怎么还没睡啊 凉没事 站住 这汤要端哪里去 回大夫人 老爷叫我当给二夫人 说是二夫人生病了 不许去 端到我房间里来 这 是 是 唱儿 微娘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娘 娘 朱爱卿 有何事请奏 回皇上 臣想辞去官职 朱爱卿 这官职做得好好的 为何忽然要辞去呢 回皇上 微臣 微臣七岁时 与母亲分开 现在 已经有五十年没有见面了 微臣 想去寻找母亲 这 爱卿 可以继续为官 派人帮忙寻找便是 皇上 微臣这些年来 一直派人四处寻找 君无结果 臣猜想 母亲应该不在境内 请皇上 准臣辞官 朱爱卿 你竟然为了寻找母亲 辞去人人羡慕的官职 孝心可嘉呀 准奏 谢皇上 我要去寻找我的母亲 夫人 以后 这个家 就交给你了 老爷 你母亲在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在找她 都没有找到 这 老爷 你们不用劝我 如果找不到母亲 我绝对不会回来 朱寿昌穿着布衣 四处寻找 四处打踢 不知问了多少个人 翻了多少座衫 穿了多少座城 有一天 她去了同州 娘 孩儿 终于找到你了 未有人而移其亲者也 不要走 学习 我 照顾 这 我